区别吗 那一定是有的 因为首先是少了两名男子运动员 相对场上的速度就会慢很多 所以少了两个后场的这种扣杀进攻 对 但是双打的配队也会有一个主打进攻 然后一个是往前控制的多一些 但是肯定对比男的运动员的能力也利用 因为他本身是生理上就有区别的 所以对于女子的双打来说 他们的得分点应该从什么样的地方去找取 其实也是要通过进攻或者是连贯这种 但是女双相对来说多拍非常多 就是来回的几乎都要 他们现在高水平的女双比赛基本都在60分钟以上 60分钟 对 女双比赛我归 我知道最场的可能要打到110分钟 将近两个小时 所以这真是 我觉得这真是女双的 那就是要想要互相打死就比较难 所以说多拍就来了 就是来回不断地多拍 对 你也不知道谁会先落地 就像你们在如果说进行这个女双比赛的话 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战术 可能会大家会比较 比较有效果的这样的 其实我是一名单打运动员 但是就是我们是从可能大概像他们这个年龄 十六七岁就开始分项了 就是你是主攻双打有两个方向 那首先呢 你是就是要确定你是适合单打还是双打 那确定项目呢 就接下来就是确定配队 确定配队以后 就是我有机会我就上往前 抢往 就像蔡云 傅海峰的一个组合 对 那蔡云就是打往前 他往前的很细腻 通过往前就是给傅海峰创造很多进攻的机会 后往的机会去进攻 对 所以说就是 就是每一个配队的可能得分的点不一样 就是要根据他们两个人 这次的几个就是比如说是打实力的 还是说打发接发的 有的打发接发的 那有的现在就是打双压的 就是大概会是这么几个组合 但是就是临场的这种调控也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有的时候打双压的 你碰到打攻防的 然后不给你这样的机会 然后就 看到李文妹和这个我们的黄东平 对 你看 这个一直在强攻 哇 又是一个强攻 哪分 我们中国队的手里 所以如果说在国际大赛上我们遇到 哇 好球 这很多球迷是很特别希望看到这样的球的 比较激烈 不是 开始从 看得到 看 我们来看一个慢动作 哎呦 这是很多球 要有特别适当的时机用这个 对 而且我觉得你如果这个球要接不好的话 会对手 其实这种 这种球其实就是在自己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才会用到这个跨价的机构 最后一季 所以刚看到那个球我们现场的观众也是热闹沸腾起来的 果然我们的女双会进入一个多拍 黄手出现失误了 能够很好地去调整 怎么样调整 你看他们还是攻的很多 就是抢攻的很多 你看杜岳和李英慧相对的进攻就没有那么凶 看点的都比较多 他就打拉开 但是呢他们失误也少 就基本我不失误 除非你打死我 就没办法 对 没办法 我就不回来 你球打的就是确实凶 我防不起来 但是我不会有轻易的失误 就不会说从我手里出去的球而丢分 对 那这种你看就是 所以现在两队的比赛还是比较平稳 没有什么太大的悬殊 一攻一守 好球 这颗球可不可以认为是 把防守变为了进攻 对 主要是太高了 要是跟李文昧他们一样的打法 比如说不像说杜岳 李英慧打这种配合的比较稳定的 那相对来说就看谁攻得更好 9比6 果然李文昧和这个黄东平的强攻造成了不小的一个失误 又是一个节外 是不是对运动员的这个体力消耗的不会那么特别大 一样也挺大 只是说不一样的消耗 就是可能单打运动的跑动消耗比较大 但双打运动员你看他攻得多 他其实你看他一直在撒球 他用力也多 他就是不一样的消耗 而且他精力消耗很大 就因为球速快 注意力 因为两 有一个擦网 连续的高压的扣纱 还是被我们的这个杜岳和林辉给防守起来 基本上就是如果说 因为这种高强度的进攻啊什么球就是还是会有一些损坏的嘛 那基本你提出换球裁判都会同意 但是也要看对方 那如果说你提出换球不是因为球坏了 这是战术性换球破坏 那有的时候对方也不会同意 那对方不同意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裁判就出来了 裁判就会 最后这决定权还是在裁判的 但如果说双方都同意换球 裁判就不会干涉了 所以我们换球的时候 这个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就是没有什么规定的限制 没有什么 你打一个也可以换 但是就是有的时候 比如你打得很顺的时候 你是不会主动提出换球的 对 除非这个球真的是烂了 就是球毛断了或者怎么样 不然的话 我打得正顺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破坏这个节奏呢 好 都暖和李莹黑灰的一个主动性的失误 我们来看这颗球 其实我发现后半场来说 这个杜月和李英辉也开始主动的进攻了 对 就寻找一些 和李英辉呢还是暂时领先4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颗球 刚发球没有过往 发球失误 就这个真的是很上市 又落了一击 但是确实双打的发球真的是压力很大 就是发球能够决定你这颗球的生死 一是这样 二是就是说 就相对来说为什么说压力大 因为你发过去对方 其实他就是半变的区域 他往前扑压得很凶 你那个球活 然后就是做得比较好的 你像如果要一个单打云南 突然去打双打 我真的是就突然两个人站在你面前 你发球的区域又相对小 你真的是有的时候会发不好 压力很大 我们刚刚看李温妹在发球的时候 背后球的这个人是规定的 他只能在这个区域去接 所以我发哪个区对应的就是哪个人 对 就是往你的对角线的那个方向发 但是对角线的方向 它是一个比如说一个是一个长方形 你这个长方形你可以往四个角发 也可以往中间发 也可以往往前 对 就是你前后都可以 那你发完以后 他大概打的位置 你要让你的同伴有准备 所以这样的话 发球也真的是双打的一个技术活 我们看到这个球来回的一个多拍的一个复杀 好 又是一个多拍压制底线 往前 哇 好球 就像这种位置的球回的尴尬 就是你不知道该用哪个 你看不知道该用哪个位置去接 上打就是说 就是意识很重要 就是你大概知道 比如说对方一出球 你就能先 不说先动 其实嘛 说你的意识也大概知道他去哪里 那就完全就不一样的 跟他就是比如说他打了 然后你再去跑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 你看他这个已经提前往前 杜月已经提前往前跑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已经有内心的一个判断 判断 对 那判断 现在 杜月林会领先 对 哎呦 又是一个 12比17 我们在这都可以看到他们要发的一个区域 哎你大家看到都没事 只要是对手看不到就行了 acad 双朗 一二一一一一一一 就成功10 就成功一 Americans 双虾 是更重 quater 你看他都是让对手防这个球 你身体是难度很大的 其实没有多重 来回对一个多拍 接外 用性更高 就是我虽然进入 但是我不失误 然后呢 我通过这种多拍的调动 你消耗 然后你进攻 可是呢 我就是防你 一你消耗打 二是我在你攻 就是攻我的同时 我去把球分开找机会 那你攻你还 又是一个失误 没有过往 第一局的节奏确实会多一些 来回多拍 对 看看这颗球能不能得分 哦 底线的接外了 接外 哎呀 一个往前的失误 这时候还是不能急 还是要耐心一点 虽然是最后一分拿到 本局的一个局 好 一个扣纱 哦 界外 哦 界外 好 这样的话呢 是21比16 李文昧和黄东平进攻的 有一些胸 所以造成的失误比较多 那我们看 这时候是21比16 一分 好球 一个接半 这次是4比40 1比4人 如果有4比4比1 1比4比4比4的 2的1比5 1比4多 1比4的1比4 2比4比4 1比3比4 1比4比4 1比4比4 2比4比4 1比4 4比5 又是一个弹网星期球 星期球 大了 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失误了 有一些太出界了 对 因为它这个球本身 就是从中路开始 如果说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正在看电视的 这些羽毛球爱好者们 他们想要很好地去控制这个球 比如说往前球 比如说我们底线 边角这些球 练 都是怎么训练的 有很多方法 就是多球 大概就到什么位置 所以还是要多练 对 其实没有什么技巧 很多人都有 技巧是有 就是你首先 你练的前提是动作方法要对 然后再就是熟练 就是给你一个最正确的方法 你不见得能够控制好球 其实对于每个运动家来说也是 就有些人控球好 就是他的手感 他天生就是好 就是有那个感觉 有运动的 就是他的这种小关节 也好小肌肉群的 他的控制能 我们也想通过一种训练的方式 去让自己的一个技巧 首先我觉得前提 就是不管什么训练 前提就是方法和动作要正确 就如果你动作不正确 然后你还特别刻苦地练 那只会越走越远 就是最后的结局 就是我感觉出来 女双的一个打法呢 更多的是考验一个耐心 细心 球技的处理 还有一个意志力的一个比赛 没有很多的枪攻 反而更多的是来回的多拍 以及注意力 所以对他们来说 我觉得这个更是一个考验 是一个项目 但不会说去组队出去比赛 但是他们搭档当然是不变的 就是搭档的话 应该是经常的 就相对固定的 好球啊 往前的一个绝对的扣杀 这球是对手给的球 组织的进攻 找到这样一个机会 就没有办法 对 有一个大力的 后场的一个扣杀 好球 跳高 后场 哎呦 没有过往 15 包括我再自己去 哎呦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发球 是整个羽毛球 这个比赛啊 或者说是去打比赛 这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 一个来回的多拍 一个来回的多拍 哇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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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个球打的确实是 连续的独派的组合进攻 而且还有往前的这个 这个主要是 其实杜月抢的很快 但是李玉辉的这 控制了自己的输 那相持就会比较多 一直是公转房的一个过程 一直是公转房的一个过程 又是一个连续的独开 对 嗯 所以有的时候双打 会不会更考验 选手的体力 看谁能够 女双更考验拳头的体力 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 因为当谁也攻不死 打不死谁的时候 只能耗 其实 你看像南丹也好 包括南双 他们就是找机会 谁先攻 谁就 一拍至少 对对 但女双其实不是 你本身又是两个人 然后你本身能攻的区域 就不是很大 所以更多去找机会 对 然后再这样的来回 其实有的时候 他们会把进攻的机会给对方 因为 因为 很多拍 现场的观众已经看了 拍线段看 去换了个拍线 换了个拍子 啊 哇 哇 拍了吧 赶快跑回去拿了一个新拍的 这个也只是双打运动员可以达到这个换拍 单打是 基本不太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颗球 哇 这个是找到了一个 我们来看到又是一个多拍的 啊 哎呀 这颗球多拍的进攻是 还是比较 好球 这接发球的处理非常好 由于这个人发球的质量 就是他的发球如果质量很好 就是即使你判断的区域是对的 可是你也抢不到很好的机会 哇 又是一个多拍的 连续的快速的一个多拍的连续的争夺 哎呦 这是一个主动性的失误 选手 路上的一个 会的会的 调节一下现场的比赛节奏 嗯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就是为了调节比赛的节奏 对 好球 接下来的这颗球 刚好是 哦 结外 这个 这个黄东平和李文昧要 要有一些优势 怎么太多了 году越和李文昧很少去攻 但是他们很会在 消耗双方这个力气和精力的过程当中去找这个机会啊 然后就是一拍之胜 看 右一拍 接下来 就是线路一个多拍 这个时候让谁更耐心 稳住 所以大家都是在找对方薄弱的时候 去找一个机会是吧 对 所以这个球接外 这个球突然出现失误 所以在女双的比赛过程当中 大家想要拿一分真的是 好球 一个往前的短快 一个比赛 羽毛球跟网球的混双 或者说是男双女双这样的比赛 会不会有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颗球又是一个连续的多拍 然后快速的进攻 还是那个对 然后给李文贝抓到了这一个机会 强弓的一个机会 我来回的一个多拍 像你们在平时训练这个羽毛球的这个专业的训练上 除了我们这个技术性的训练 会不会有很多体能的训练 很多 一半一半 就基本上就是比如说上下午训练上午就是技术下午就是整个都是在练体能 就是因为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其实羽毛球的体能效耗还是大 其实不是每天都在打球 可能一般的时间在打球 一般的时间就在做一些辅助的训练 包括力量啊步伐啊跑步啊就很多很多的项目 综合 对然后最后来帮助就是让你的场上的专项能力更强 所以有的时候羽毛球不光是讲究的技术 更多的还是综合的身体 就是对于羽毛羽毛球的训练我觉得要求是非常高的 就是你看羽毛球队长要求力量要求速度要求耐力要求柔润性 要求临场的反应 还有比如说可快可慢可攻可守 还得要调节现场的整个的节奏什么的 所以整体来说还是还是比较需要综合性的全面性的能力 我们看到现在又是一个连续的组合性的一个多拍 往前一个改变方向的小调 所以这个时候就越是考验选手的 耐心和支撑力的一个时候 连续的多拍大家都已经跑得没有劲了 实在是 真的是跑不死那就死了 如果攻不死我也回不来 我也认了我也不要这颗球了 轻轻看一下这颗球 发球的失误 真的是很害怕这个一个多拍熬了这么久 保稳不要失误 哎呦又是一个擦网 哎呦又是一个擦网 这个修分球角度大了 就是还是 接力赢辉的是大比分领先一分 1比0 哎呦好球 这是一个连续的多拍的一个积极的一个反应 好球 好球 连续的一个扣杀中场 扣杀 好球 连续的一个往前的一个扣杀 又断了一把拍子 特别是双打 他们攻的比较多 然后 因为会有对方的掩护嘛 可能攻的稍微多一些 比较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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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比分的暂时领先三分 会不会提前到达我们本局的局点 拿到赛点 好球 又是一个往前的快速攻击 1950 拍下来之后 他们的这个 分眼他们的攻也可能效果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说 还不如说打拉开 效果不明显自己的失误还提高了 进入了 我看现场的观众 现在开始已经给他们俩加油鼓劲 我们有四颗球的机会拿下本场比赛的女双 我们有四颗球的机会拿下本场比赛的女双 连续的一个反击往前 差一点没有过往 李文贝和黄东平还是很顽强的 李文贝和黄东平还是很顽强的 就是不愿意放弃这个比赛 其实 其实也是有这种偶然性的 比赛的冠续做 还有主要天空 我们的双 我们来看 这颗球 是不是能够让杜岳和林辉拿到 本场比赛的冠军 好的 有机会 有机会 就是要耐心 别出失误 所以这一拍又是一个来回的 打到后面大家打不死 就是在打股方 可能大家现在体力已经透支了 都有点跑不太动 比赛的尾上大家也会全力 又是一个连续的多拍 不知道打什么的时候就开始打高球了 可能这个时候队友也在想 怎么样能够把这个 这一个长拍结束 差一点 来回组合性的多拍 这真的是已经好多回合了 看谁最后能熬得住 最后一颗没有任何技术性的攻杀 完全是把对手的这个体力耗没了之后 来拿下了本场的比分21比17 第二局的胜利呢 也是本场的这个女双的 本场比赛的一个最终的胜利 2比0 杜月李英辉战胜了 军队运动员是来自中国的黄东平李文美 是来自中国的杜月李英辉 有请中国羽毛球协会副秘书长冯平善先生 来说可能对大家都是一个极限的挑战 尤其是多拍的来回 对 特别是比赛第二局的后半段